各位环球的常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David化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刺激鉴定 那么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辨别清乾隆时期的粉彩黄帝 镂空开窗英细图文的这个评他的真伪 关于这个粉彩的鉴定呢 主要是看他的用和色彩 那么乾隆时期的釉呢 是已经是种类繁多 特别是这种黄帝就是黄釉呢 特别的精美 而且呢 黄采呢已经非常深沉了 但是呢 现代仿品的黄采呢 过于亮丽 这是一个主要点 再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文室 这个绘画上 会看得出来他的这个 真伪的情况 大家对比着看防品 这个开脸 以及使用的色彩 跟这个真正道带的乾隆时期的对比 那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开脸 太现代化 而且呢 在脸部的这些啊 所谓的红彩的 就是这个 鼻子眼睛部位的运用上啊 跟这个真正道带的 还是差距巨大的 另外呢 他的色彩 要么就是过于艳丽 要么就是过于 浅淡啊 跟这个乾隆时期所用的彩 还是不同的 再有一个呢 我们看他的这个 镂空的部分呢 这个 所使用的这个东青柚 跟这个真正的道带的东西 差距很大 大家对比看啊 有人说这个这个 你光说差距大 大在哪里 我还不能 全部都给你讲的这么明明白白 有的人根本就连最基本的知识都不具备 听了他也听不懂 那就大家自己对比看嘛 你要有悟性 你要有这个辨别能力才行啊 才能学的会 你不能指望着所有都是给你讲的一清二楚 有的东西就是只有通过对比才能看得出来 再看就是他的圈竹 圈竹里边呢 还有款制 款制呢 这个青花 写的款 一个呢 刀带的东西已经下沉了 防品呢 就还是上幅的 同时呢 他写的字呢 也还是大家可以对比着看 有差距 差距在哪里 每一个字 每一次大家对比看 就能看出端倪啊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的感谢大家收看 带北话收藏这个节目 咱们下一个节目再见